軍工教每年有機會調關薪 這行政委員署 行政總署今天表示 軍工教官工台有新規委員會已經開會 占對著這個經濟機票在政總統做評估 有很大強制 建議行政委就要調整軍工教薪水 勞動團提示人請面來看台北 這件事 希望政府來插頭 民間企業也會對立的薪水 中國對待的威脅不斷 因為看到軍工教的付出 派市的行政委員 也有討論每年軍工教調薪水的部分 政府已經有很大強制 其實一直正面的看待 還在進行相關的研議討論中 軍工教每年加薪水真有希望 行政委任署總署表示 軍工教完工台股 新規委員會 已經占對各行經濟機票 政府財政總統做新規 建議行政委 每年同合地調關薪水 今前財政部也不說 政府的財政應該通知應3%的調薪 針對這個部分 勞動團體是正面看台 也進一步 向政府跟六四勞工有關係的基本工資 今年也應該要繼續調管 今年是副總統的最好是黨嘛 最好這次的調整基本工資 也更加調整 更加關於什麼 對未來台灣的整體的勞動條件來說 也是好的事情 六港政策表示 軍工教如果插頭條身 企業也應該好好思考 對著替六港加薪水 清楚現在是會缺工 政府應該鼓勵企業 提款六港的薪水才對 甩電動要開放 還有多少的寡舊一港來台灣 應強調 六港薪水價的徵性要改善 才有可能改變劳動環境 政府也應該要漏失 上誡工資法 立法 實現副總統的政見 記者 等下本身準由台北昌報道